在加拿大的事件和在美国的事件发生以后 这个王毅先生呢 应该是中国政府里头为华为操碎了心 真的是操碎了心 我稍微做一个检索 就是王毅和华为 观众也可以做一个检索 在一月份到三月份 他基本上啊 至少一个月要为华为呼吁一次 这个频率更高了吧 这个最新的一次啊 就是刚才我们这个梁骏先生啊 已经在在里面说的这个 路路路路撒尔3月18号消息的呢 王毅在这个欧洲啊 我觉得他是参加这个中欧的这个对话啊 因为中欧第九轮高级战略对话 应该在这样一个机会啊 他就是中国反对出于政治目的 以安全为由 摸黑中国电信设备 这就是他的企图 然后呢 我们反对的是出于政治目的的 无端指责和搞垮 搞垮一家外国企业的 那个企图 我们认为这个做法是反常的 不到的啊 不会得到支持 所以说这个呢 这是他最新的一个一个讲话 那么呢在这个1月29号 美国的这个司法部啊 等部门呢 开了这个记者发布会 决定起诉华为之后呢 防疫也说了这个美国的做法是不公正 不道德 然后1月25号 啊 在结束 法国意大利之行之际呢 我想呢 这个应该是为习近平做这个国次访问的一个 一个准备工作啊 他也谈到不公正 不道德 啊 这个 其背后显然意见的政治意图和政治操论 更是不能接受 然后呢 再 呃 还有一次啊 一共四次 大家去检索一下 那么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前后四次吧 王毅 仅仅为了 只是为了表示姿态 前后的表态 没有任何的一个心意 这是 这是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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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啊 值得关注一个现象 就是说 他一定要不断的利用各种场合 为华为去发声啊 不管你讲前后也不有心意 他一定要在国际社会上去讲 而且大家知道 为什么他在欧洲要仿佛讲 就是因为 美国在欧洲 和他的盟友争夺华为 所以 他一定要代表政府 就是说 代表我们中国政府自私发为的 我们是站在华为后面的 他这个 他这样子对帮助华为打官司 没有任何好处 但是在这个欧洲的问题上 在5G的 用华为5G的问题上呢 欧洲和美国还是有争夺 所以华为这个 这个王毅下重点 也就在这 在这个方面啊 这是我觉得他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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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用心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王毅平方的 为华为的事件发生之后 超随行之后呢 啊 这个华为的任正非 也不断的 出来曝光啊 行为极端的反常 而且呢 我已经注意到 就是说啊 华为的任正非呢 原来啊 最初呢 他从相信美国的这个啊 西方国家的 主要是 嗯 加拿大和美国的司法公正 公平啊 这个这样一些 看法呢 开始逐渐的往后退 干脆就代表这个 西方的司法机构 就宣布 孟晚舟没有问题 没有罪啊 他根本就根本根本不这么 不是原来那种那种说法了 那么最近的这个说法 他是在这 接受美国资议的一个 一个采访啊 接受美国资议的采访呢 之后呢 啊 这个采访是什么 不是不是美国资议 是这个加拿大电视网 CTV啊 星期四 专访中呢 他说他的大女儿 孟晚舟 去年12月 在加拿大被捕前呢 曾一度想 一直想辞职 另找工作 因为他在华为工作不开心 啊 哎 这个意思很很有意思啊 他就意思说 你抓这个孟晚舟抓错了 他跟华为之间没那么密切啊 所以说 我不知道这个 任正非现在在这个时候 说这些信息 究竟是为了什么 那么相定 相辈而言呢 他说这个 啊 孟晚舟呢 和他这个 关系 自他被抓了以后 得到了一个改善 啊 妇女关系得到了改善 得到了更多的这个啊 理解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可以理解的 我们作为这个啊 做父亲的来说 也是可以理解 但是 他前一次 他对外说 他从来没有考虑 这个孟晚舟做华为的这个 啊 接班人 啊 咱们人 现在又说啊 孟晚舟根本就不想在华为干 说这些东西 你是为了什么 啊 而且呢 你不断的是跟中国政府在 皮拉巴拉打打双打 所以说 在某个意义上呢 王毅和任正非 现在过多的去为华为说话 反而这个东西可能是越描越黑 人家觉得你后头有 有用心 有别的企图 在教育营的问题呢 实际上 我看的消息就是从张春贤时代 就已经开始啊 有所动作 那么他现在发展到成全国的阶段啊 他是啊 开始登峰造极了 因为他早极端了嘛 所以说关于他的一些信息呢 被不断的扑光出来 所以中国政府那一边要被迫的 要面临国际社会的压力 做一些回应 这个压力呢 包括人权组织啊 包括土耳其 包括美国 包括联合国 所以说这是一个 整个的一个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呢 在这样一个回应之中呢 中国政府就要来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么在这个事实的认定上 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分歧 中国政府就拿出了一套解释 他把他这个名字 人家说叫集中营 那么他就叫做再教育营 这个呢 我们究竟应该信谁的 至少就是说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在原来啊 这个说的一些话 他的信誉没有建立起来 人们很难相信他 那么那个中国有一个著名的学者 王力雄 他就说过嘛 我不信任官方公布的资讯 他也是用这个 他是在用这个话来分析 关于新疆问题的资讯 他说我不信政府公布的来资讯 那么我也看了这个啊 所谓的这个白皮书里头 讲到这个在教育营的情况 他的教育营他描绘的是这个啊 培训中心使用技术制管理 配备辅导员 医生和后勤人员等 保障学员正常学习生活 学员可定期回家有事请假 经常举办文化活动 好像是个这个娱乐生活培训 真的是用来说技术培训中心 但是呢 自由亚洲最近 前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采访了刚刚从新疆交云 被释放出来的几名为主人 那一名男子 他说啊 他们在所谓的交易营里 被像动物一样的对待 他们的衣服很脏很臭 他注意到别人经过他们的时候 他才知道自己有多臭 这是集中的案例 那个案例之一 还有一个呢 也从这个出来的人 他说呢 我们被关在一个大约三米长 三米宽的很小的房间里 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床垫 我们15个人挤在那里 如果我们都是平坦下 无法睡下 所以我们15个人被扣着被睡着 脚上都带着脚链 两个人共用一床毯子 还有一个女的啊 她说 我都忘记怎么唱歌了 在早餐前我们必须唱歌 他们让我们唱歌 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的歌 然后我们才能吃饭 当时想死的心都有了 就是说 这个中国政府公布的报告 和自由亚洲电台去 那个对一些 从通过采访的得错的行 描绘的完全是不一样 再加上这个王立群先生 他这个对新疆进行长期的这个采访 他说他不相信中国政府说这些东西 联合国已经 联合国已经说过 就二年的那个 18年10月联合国消除总组旗次委员会 曾有果靠情报 证明中国在新疆的反极端主义中心 秘密囚禁百万维吾著人 那么你拿反恐来这个这个旗次 就是你这个白皮书 你最正当的一个理由 不就是你要防护 防护 防护用得着关 把一百万人关起来吗 啊 用得着吗 对不对啊 所以说呢 新疆的一个事件啊 啊 在中国政府的解读呢 是反恐 确确实实啊 如果按照一些新闻发布的来看呢 你可以去怀疑 假设新疆发生了恐怖主义事件啊 这个一些恐怖的场面 可以 但是这个事实的问题啊 要经过调查才能确定 究竟是不是恐怖主义的行动啊 这是一个 就是说啊 新疆发生了什么东西 但是呢 你用不着要上用百万人来 让他们在一个集中营党区来教育 这个东西 你怎么回事啊 这个是不般配的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呢 啊 打击恐怖主义 绝对是支持 但是你按照法律来打击 你不可能打击这么多人 这是国际社会对你的 所以说国际社会对新疆问题的定性 并不是说你在反恐 是说你在新疆进行的 一个种族的迫害和压迫 甚至于到了一种 更严重的种族灭绝的这样一个高度了 所以说这个白皮书没有回答到没有回答那样一些问题啊 这是你们更国际社会批评的往往是从这样的角度 这个中国政府的一些人 他已经出来说话了啊 项目将会逐渐缩小 并计划在实弹时候关闭 哎对 就是说 他说这个什么 社会不再需要的时候 是吧 这个如果 我跟你说 因为这个我们面临的一种可悲的一个情景 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 很多汉人啊 是支持中国政府这么干 对啊 你中国中国政府在对维吾尔人啊 新疆人搞这些东西啊 然后呢中国政府呢 他想怎么做怎么做 然后呢 这个很多汉因为新疆这个地方不管是在新疆的还是在新疆之外的 很多汉人都支持这样 所以说啊 几乎是就是一个以大对小的这么一个状态 你很难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压力去制止中国政府啊 把这个打 就是就算他打击恐怖主义啊 把打反恐的一种扩大化 你没法遏制 所以说 只有国际社会这样连续的发力 才能够在至少在某个程度上 阻止他的 阻止他的那个扩大化 那么刚才你也谈到就是说 把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习近平啊 汪洋 我们标题上也是谈汪洋啊 包括这个陈全国 制裁陈全国呢 在这个美国的方案中呢 已经提出来一个很多次 并不是第一次 但是呢 这也只是幕后的一种运作 那么去年的时候呢 美国的国会 几个议员呢 曾经提出来对这个陈全国的一些制裁 就是把陈全国的名字第一次曝光出来是这样 但是呢 我呢我对我对美国制裁陈全国我是比较悲观的 因为这个美国所依赖的这个国内法是马格尼茨基法案 他第一次 制裁了一个 公安局的还是前公安局的局长 他可以基于腐败和侵犯人权的理由对一些官员进行制裁 那么呢用人权理由去制裁一些官员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陈全国是政治局委员 在中国的这个官员名单里头他考虑到跟中国的关系他自嘲这么大的这么高级的一个官员啊 我觉得是非常有难度的 另外那你在把陈全国的这个制裁的层次往上推推到汪洋 因为汪洋实际上是在这个 这个外头介绍就新疆工作小组的他是负责人嘛 是吧 他是政治局常委嘛 他是负责新疆小组 所以你制裁制裁是汪洋 汪洋请随着让你就推到习近平上 投上去了 但是马格尼茨基法案他不太 他他在制裁你这个时候他要保证两国的这个高层的一些交往 那么习近平和汪洋就更加不可能了 所以说现在媒体发力就是要制裁陈全国 如果把这个陈全国给制裁了的话呢 那已经是他我觉得他能达到的最高的一个层次 这个大战之前呢因为他这一次其实去欧洲啊 还是背负着比较大的这个任务的啊 这个习近平出马之后呢不知道这个欧洲啊 因为现在中国正在跟美国呢 抢这个欧洲的这个这个盟友的关系 因为这个华为也好啊一带一路啊 中国都特别想在欧洲这个地域呢 开花结果 那不知道这一次习近平呢 会不会得到他想要的结果 那么这个新闻我们首先 依然是交给陈小平 陈先生啊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他对这个新闻的这个观察 和他的这个思索 那个 这个国家呢 刚才我们提到啊 他他有名啊 他非常有名 一个是他的王子 非常的风流啊 这个王子有名啊 就二贝二四啊 亲王 他很有名气 就是刚才我我我 看一下他的一些简历 他风流是 有两个孩子 他忍认 就有两个孩子 他忍了 他不能 不能够 不能够 接受 继承王位 但是呢他可以继承 认定血脉 他可以继承他的一些财产 这是风流的一个故事 另外这个 这个亲王啊 他还有一点著名 就是这个 跟中国 相当友好 嗯 他 真的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 前后 真的 这个 前后十余次访问 十次访问中国 对中国进行了这个 至少两次 国事访问 所以说 他跟中国 非常的友好 这是我们这个 那么 基础这种关系呢 那么这个 2022的东运会 他去撑场 这个问题是不太大的 理所当然 大家关注他2020年2022这个东运会的这个撑场 这个是必须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习近平去 做这个 访问 这个国家呢 虽然很小但是呢 我觉得是 应该算习近平第1次正式的 国事访问 那么这是对人家的一个 外交礼仪上的一个回访 对 原来啊原来呀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元首 去 意大利也好去法国也好 都 尤其去法国他们如果加盟而不过啊 这次更不敢进了 法国在那 五年以前他访问法国啊 他就没有去访问 所以说这一次呢 我觉得在某个意义上 是去 做一个外交上的一个回访 这是我理解的啊 这是 这是浅诚的一个理解 那么深层的一个理解就涉及到习近平这次去欧洲的 多重的使命 那哪多重的使命呢 找了个理由嘛 就是这个 去 去摩洛哥 这个这个这个小国家这个有承邦国家呢 他是我觉得他是一种国次访问的一种 回访 那么去法国呢是这个中法建交55周年啊去意大利是中 意义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 他都找了个名义去 包括这个 事出有名 对啊包括还有去这个 罗马教廷的那个 法那个那个所谓的尼义中的一个访问 就是说 他的目标是 多重的 那么这个欧洲呢现在呢在跟中国的问题上呢他处于一个 这个 美中争夺的地带 对 那么我认为呢这个欧洲呢 尽管美国怎么说 欧洲如何的危险 但是欧洲 不怕中国 他也没必要担心中国 危害 所以说 这是这个跟美国不一样美国的全球他有这个 到处竞争啊欧洲对中国没有从来没有没什么危机感 我可以这么说 罗威三文鱼吃了一个那个那个给了诺贝尔 和平奖的那个 奖以后罗威三文鱼卖不出去 到现在我看不出欧洲 中共给他伤害有多深 所以欧洲人不会对中共有多戒备的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欧洲基于自己的利益 一定要跟美国保持距离啊跟中国拉关系 虽然我们说 政治上美欧洲是美国的盟友 这个 经济上 欧洲是中国的好朋友 是不是 这个东西呢 这是必然的 欧洲一定会 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去占便宜 他的外交取舍 不管以后 中美贸易战结束也好 还没有结束好 一定要去 那么习近平去呢 说明在欧洲还有活动的空间 欧洲对中国有需要 中国对欧洲也有需要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东西 所以说一般的解读啊 这个欧洲跟中国的关系 只是经济关系 实际上啊 中国跟欧洲的解读呢 还有政治关系 那么 所谓的去这个小小的城邦国家的访问呢 那么 重点是在 中国跟欧洲国的政治关系 因为 在这个欧洲这些国家里头呢 这个小小的城邦国家对中共在政治上的支持是最强烈的 对呀 所以说这个你别以为欧洲跟中国只是经济关系啊 这个小国家代表的就是一种政治关系 你看他 支持习近平在国际社会中发费发费的作用 我们这次看习近平去意大利 意大利基于中国的这个经济要求跟中国搞一带一路 实际上这个 这个小小小的这个城邦国家 他早就支持习近平搞一带一路 他也是一带一路的强烈的支持者 虽然他跟中国的贸易 贸易额来进出口加起来 2000万美元左右 但是他是 中国在这个推欧洲推行 一带一路战略的强烈的支持者 也是习近平要建立国际这个新那个 共同体的命运的人民共同体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 所以说 这个 从这个国家里头呢习近平能得到 在欧洲所得不到的政治支持 所以我觉得这个更关键